花蓮市公所举办2024春游书时节 西伯市集世界阅读日活动 星期六下午在太平洋公园北冰段热闹登场 吸引了超过千名的大小朋友在草地上追逐奔跑 代本书籍一起品尝着青食 席地野餐看表演 享受春天草地的温暖 还有感受大地环抱的幸福 而市长魏佳燕也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花蓮市公所响应世界阅读日 今年结合了西伯市集行动书车 家福基金会 现代妇女基金会 还有都好咖啡举办了2024春游书时节 西伯市集世界阅读日活动 市长魏佳燕表示在地震过后 大家要努力回复原本幸福欢乐生活 希望透过这一场亲子活动 让大家可以重拾笑容 今天是4月20号 也是我们的春季的一个书时节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西伯市集做一个合作 那今天也来了5家的独立书店 那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花蓮市民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想今天办这个活动 那不仅仅是除了我们平常的以往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的花蓮市民能够尽快的 从我们地震的这个部分能够走出来 那希望大家大朋友带着小朋友 来到我们市集里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那晚上也可以陪着孩子们看看我们的星空的一个电影院 那也希望说在今天这个活动 大家在身心里都可以借此得到一些平复 我还要谢谢我们花蓮市公所的同仁 今天也牺牲我们假期来支援我们的活动 那最后也要感谢我们花蓮市民代表会主席 李正伟主席 黄达翔副主席 以及我们所有全体的代表 更感谢我们所有的不管是县议会 甚至里长那真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活动支持 大小朋友带着书本在野餐店上阅读 也有很多小朋友在草地上蹦蹦跳跳 玩得不亦乐乎 许多民众也利用假日时间到华联西出海口看海 年轻朋友更是在沙滩排球场上挥洒汗水 整个北冰公园充满了欢乐气氛 市公所还特别安排动漫电影当中的英雄们 在现场和小朋友们互动 大地游戏也都报名而满 大人小孩都玩得非常开心 而晚上还有星空电影院 大家骑坐在草地上看动画电影 享受美好的亲自时光 记录会欢视报道